创造101孟美琪C为成团拿下手带言 火箭少女101 未来可期 网易娱乐6月24日报道 中国首部女团青春成长节目创造101于昨日 6月23日迎来总决赛成团之战 并首度以直播形式放纵 22强选手通过逆风胜放堪称炸裂的两场舞台 表演向创始人们展示了自己三个多月来的华丽蜕变 而在令人肾上线索飙升的点赞排名发布中 孟美琪、吴轩怡、杨超越、段奥娟、AVM、赖美云、子宁、Sarney、彼此亭、甫京、徐梦杰 成功突围11人累计点赞数突破13亿 并以火箭少女101知名组团高飞 她们也是第一支由创始人们点赞成团的中国女团 其中 孟美琪评级以185244357点赞数 成功登顶C位成团 并拿下中华魔力逊白正式代言席位 此外 成团之夜当晚 不仅有黄博、侯佩岑担任主持人 李玉春、姜文、廖帆、彭于燕等明星大咖出席助阵 还有洪涛、张大大等嘉宾为101女孩保驾护航 众星点赞 未来可期 中国女团逆风翻盘收割话题热点 火箭少女101成团11人驻梦高飞 女团产业断层低迷 中国女团何时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跨路 伴随着创造101的开播 101位女孩的集结逐渐勾勒出中国女团在文化化流中的雏形 101女孩在女团发起人 黄紫涛与艾勒、张杰、胡燕斌、王一博、罗志祥五位导师的音音教导下 三个月的封闭训练与舞台公演让他们获益良多 在顶级制作团队与播出平台的护航下 创造101不仅收获了抢眼的市场表现 更不断收割话题热点 成为2018年第一支爆款网综 更为难得的是 节目积极向上的青春励志调性也收获了良好口碑 不仅展现出中国女孩的青春朝气 鼓励每个女孩做更好的自己 更彰显逆风翻盘 向阳而生的节目理念 创造101不仅创造出一支中国新生代女团 火箭少女101 更为中国女孩的追梦之旅提供正能量范本 时期节目中 观众看到了101女孩鲜明的蛻变 实力强劲却羞涩争夺冠军的吴轩仪 勇敢说出自己的心愿 天赖美声段奥娟从青涩害羞变成了气场强大的local担当 而杨超越从自我怀疑的麻烦少女到货币成长不断颠覆自己 艾威尔姆则用特立独行的性格活出当下年轻女孩自信自强的模样 可以说创造101实现了创始人与101女孩的共同成长 每一个人的101旅程都是一步励志女性成长大片 值得一提的是 创造101还进一步提升中国偶像产业的专业化程度 PICC未成团等爆款热词渗透日常生活 促进大众对偶像产业偶像文化的理解认识 尽管总决赛的播出代表着本季创造101正式落下帷幕 但她掀起的文化现象与话题讨论仍在继续发酵 101女团学院正式结业 江文想做第102位练习生 作为101女孩的领路人 黄紫涛与五位导师在昨晚成团之夜中见证了女孩们从女团学院正式毕业 而101位选手回到追梦起点 他们整齐有力的表演 无一不是在向创始人们展示自己三个多月以来的进步 受其仪式上粉色的101旗帜从女孩们的手中缓缓升起 也预意注101女孩的梦想永不止步 一往无前随风飘扬 节目中将来以言诗形象出现的罗志祥 现场首次解释自己严格的必要性 演艺圈竞争激烈 希望产出更多生根发芽的艺人 与女孩们年龄相仿的王毅博导师也寄予女孩们 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一起拼搏 一起努力 证明自己 Ella 张杰 胡彦斌在发言时也屡次哽咽 此外 作为演艺圈前辈 成团见证人江文对女孩们的舞台表现给予盛赞 在她们的身上能看到活力 能力与努力 更坦言已经成为Pick她们的一员 并表示想要成为创造102个练习生 继续见证女孩们的青春成长 要凡与彭于燕的加盟也掀起现场话题高潮 两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101女孩奋斗态度的肯定 在她们看来 独立 自信 勇敢已经成为101女孩身上最显著的标签 孟美琪夺冠军火箭少女101征程开启 李宇春见证新一代女性偶像成团 总决赛成团之夜 评级创始人高点赞述将孟美琪送上冠军王座 同时作为101女孩的毕业典礼 逆风与盛放更是她们交出的最好答卷 两首歌曲轻快动人 22强选手混编作战呈现出两款极致炸裂的视听盛宴 不分伯众的舞台表现获得创始人们的刷屏打扣 韩木纷纷表示全员成团 歌曲的寓意不仅与创造101 向阳而生的气质不谋而合 有你为我点赞 我就一场勇敢 不忘初心 这一刻让我为你成放更是101女孩 向女团创始人们的表白与致敬 此外 22强选手还获得了宝贵的个人参议展示时间 让观众看到了每个女孩独一无二的部分 也展现了导师团三个多月以来的最佳教学成果 成团之夜 当晚 堪称大师姐的李宇春登台助阵 掀起话题热潮 流行 野蛮生长气场全开的舞台表演 点燃全场热情 作为中国首代养成戏优质女性偶像 李宇春的助阵不仅是两代女性偶像养成的碰撞 更是火箭少女101未来的榜样 此外 李宇春还寄予女孩们 节目虽然会结束 但未来还会继续 对梦想的冲进值得被记住 记得这种感觉 用未来激励自己 创造101的毕业并不意伪住结束 而是一段新征程的开始 李宇春于火箭少女101的接力 展现了中国偶像产业的新火传承 火箭少女101未来可期 现象极往踪破圈层释放能量 火箭少女101成团之路成绩闪耀 截至6月23日24时 节目累计播放量突破47.3亿 创造101 主话题微博累计阅读量超120亿 相关子话题阅读量超210亿 总谈目数超83万 笑傲群雄 作为爆款网综 创造101雄举各项数据榜单 成功打破圈层 展现出创造101现象及作品 释放的跨题能量 据悉 火箭少女101成团后 他们将全面开启劳魔状态 全国万人演唱会巡演 多场刺激有趣的见面会 最新单曲重磅放纵 持续点燃创始人们的热情 此外 火箭少女101还将在7月11日 举办万众瞩目的成团发布会 届时女孩们将以女团身份出席 开启她们新的征途 未来可期 值得一提的是 火箭少女101后续运营规划 在创造101启动之时就颇受关注 从香奈儿站台 到OPPO红蓝音乐节 再到时尚COSMO大片拍摄 女孩们已经获得了诸多优势商业资源的垂青 正是成团后顶级资源还将不断涌入 总决资 总决赛成团之夜上 OPPO 中华魔力许白也为女孩们提供了正式代言席位 成团固然欢喜 未能成团也不遗憾 他们在101的舞台都收获了成长 这段经历将助推他们未来事业的发展起飞 事实上 创造101一直致力于提升女孩们的专业素养与心理素质 从最初的散泪离别到如今孝珠再见 创始人们一路见证了女孩们的成长 在创造101这所女团学院毕业的每个女孩都是独一无二的 她们都值得被记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